诶 咱们屏幕都连上了吗 二次六方十 十二个人吧 咱们刚连八个 行 没连的开机这个连一下屏幕 然后呢 咱们今天来说一下今天讲的内容 今天呢 咱们说该讲这个微服务了 对不对 然后这微服务呢 咱们先从这个总体上这个预览一下 就看左边这个框啊 左边这边呢 咱们就是说可以先看一下微服务相关的一个概念 关于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架构 它怎么着就逐变演变为一个微服务的架构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说微服务的一个生态 微服务呢 它从这个硬件到通信 到咱们的应用层 它大概呢 都是 它大概呢 都是需要哪些东西 这块呢 我们去依次的介绍一下 这 这些都说完之后呢 其实这个微服务里边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微服务呢 首先它的架构这个什么样 然后这个微服务它里边有服务注册发现 还有一个是RPC 这个服务注册发现RPC这些呢 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这些说完之后呢 其实关于微服务 当把概念讲完之后 大家会发现有两个东西比较重要 一个东西呢 叫RPC 这个是一个通信协议 就类似于大家平时说的HTP 它也是一个通信协议 这是类似的 那么这个通信协议是微服务它用的一个通信协议 还有它下边有一个叫RFT 是Route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有啥用呢 它是一个分布式一致性的一个算法 就是大家有没有用过ETCB啊 有人用过是吧 那个ETCB呢 它那个核心原理其实就是Route 然后其实这个算法 它主要干的就是分布式一致性 还有一些这个分布式的这个数据同步问题 所以说呢 你想搞明白这个微服务 或者说这个能应对相关的一个面试 比如说你去面的话 它有可能问你这个做的东西 对吧 做的东西就写什么项目了 这类问题 或者说它另外一个层面去问你 也就是说 你了解这个东西了解到这个什么程度 其实这个什么程度呢 它很有可能会问你 这个微服务里边比较重要的 是这个RPC 你能说一下这RPC的一些原理吗 对吧 或者说这RPC它大概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怎么回事这个事呢 你答起来并不是很好答 是不是啊 所以在这呢 我就带着大家把这个RPC 自己去实现一遍 大概呢 就是说 从从头开始 比如说它里边用的这个交互的数据类型 还有它的扣端服务端这个通信 我们都去用代码实现一遍 这样的话 如果说边在问你这个RPC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直接给它说一下 你说呢 这个自己实现过这个RPC 大概是怎么怎么回事 你这样的话 一个是你答问题比较好回答 一个是也显得比较专业型 对吧 OK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关于VIF它就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架构 那么分布式呢 肯定离不开这种分布式一致性的东西 这呢 以ROT为代表 其实不光这个ROT 还有其他的一些关于这个分布式一致性的一些几个算法呀 或者说东西 其实它的原理呢都是差不多的 分布式里边它如何去处理问题 如何去选择 如何去复制 这个ROT它都有这个涵干 所以说呢 这儿以它作为一个代表 去给大家这个实现用够语言 实现一下ROT相关这个算法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底层原理基本就搞定了 那么这两个东西搞定之后呢 往下就该说这个服务注册服务发现的事了 那么服务注册服务发现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如果说你自己想写一个服务注册或发现 大概应该从哪去入手 当然呢 这个代码我不一定都带着你写完 因为这个比较长 咱们可以写个开头 比如说定一些接口 这个接口有什么方法 后边那个具体实现呢 我可以代码直接给你 对吧 这些呢 这都无所谓的事 然后服务注册发现 这两个东西给大家介绍完成之后呢 咱们还有很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你想面试问你 一个是从项目角度 一个是从底层原理的角度 还有一个呢 就是框架的角度 对吧 框架的角度 那么关于微服务呢 它相关的这个框架的操作 这里边咱们设计的一个叫JRPC 这是谷歌开发的基于RPC的一个东西 叫JRPC 就是谷歌出的 这个就是微服务它里边 RPC相关的一个小工具 或者说小框架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叫GoMicro 这个Micro什么意思啊 微小是吧 微小 所以说这个GoMicro呢 它是关于这个 够语言微服务的一个框架 咱们后边呢 讲完概念 讲原理 讲完原理了 大概说这么两个框架 它是怎么用 因为这个面试的话 很多会问这个JRPC 然后GoMicro呢 它是在公司里边 如果用GoLang去搞微服务 用的也还还行的一个框架 然后讲完这些呢 最后我们有个案例 这案例呢 是是一个在线 电源院的在线抢票系统 还是一样的这个方式 在这块呢 我还是给你把项目 前面带你开个头 后面的代码不可能全带你写完的 因为这个代码是很长的 这个光表就很多的 这个案例 好吧 好 现在呢 是带大家简单去预览一下 咱们后边大概的一些内容啊 然后呢 再看一下这边这个招聘信息 这是我刚刚网上找的一些招聘信息 之前呢 也有同学说 咱们先讲一下这个微服务 然后大家这个面试好面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面试大概是怎么说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找的是勾量公司 其实前面的都差不多 什么相关专业 然后会勾量 什么数据库 什么架构 你看它这为啥还想熟悉个别的语言呀 对 其实咱们说了 勾源它在很多时候会重构一些东西 是吧 你熟悉别的语言 你可以重构人家以前的系统 然后往下看 往下看的话 大家会发现它要求什么呀 要求有孵化的加工能力 它要求的会RPC 开源框架的经验 RPC的开源框架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这对 这RPC 它就是一个关于 或者说基于RPC的一个开源框架 咱们就是以GRPC作为一个代表 其实别的框架也有 但是GRPC是相对来说好用一些的 然后它下边还说精通什么呀 精通这些等序列化协议是吧 这些协议呢 其实咱们在微服这块也会讲 大家觉得这协议是干嘛的呀 对 你在网络当中传输数据 它肯定是要遵循一些协议的 就像咱们这个 平时这个网站浏览 你会遵循这HTP协议 是不是啊 其实类似的意思啊 咱们在微服务这一块呢 很多时候是遵循这个协议 当然这SROT也还行 大概这些是微服务的一些协议啊 OK 这是第一个这个我找的一个简历 再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你看它是长期有效一个招聘 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些要求啊 前面也是那些基础的东西差不多 这是精通GoPython之类的 那么呢 它后边说这个熟悉互联网的一些东西 你要够这个汇一些什么呀 汇一些数据库 然后还汇这个RPC是吧 然后后边是什么Redis之类的 所以说你看 你去找工作面试的话 其他的其实 其实你像MyCircle NoCircle这些 咱们也前面讲过是吧 用GoLang怎么去操作 咱们现在关于这个简历里边的东西呢 是不是差一个RPC啊 对 所以说这一块呢 大家这个重点听一下这个RPC 这个是微服务比较核心的一个关键性的原理啊 好了 大家呢自己也可以这个去搜一搜招聘简历 其实你会发现呢 你做这个中级或者说中级附近的一个级别吧 这个岗位大概15到25都有啊 然后他是大概就高网上开发 就是说去开发这网上后台的 但是呢你如果看到这个GoLang做微服务的一些东西的话 他那个薪资大概是25到45都有啊 也就是说这微服务这一块呢 比前面要求的会高一些 然后待遇呢也会也会高一些 好了这个先关掉 然后咱们来看这个科技 OK 然后就第一个我们来说这个相关的概念 第一点是认识微服务 那么认识微服务呢 咱们先看一下相关的一个行业背景 这个行业背景呢 就是首先就是说不同行业这个IT系统的一个更新频率问题 什么叫更新频率呢 就是系统他什么时间去更新一下 是吧 那么大家会发现不同的行业 他这个更新的频率是有些差异的 这里边差异最大的呢 就是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行业呢 因为他这个变化非常的快 然后对技术比较敏感 所以说这个几乎每个月都是要更新升级呀之类的 可能说有的公司他那个时间更短 这是第一点更新的频率 还有呢第二点说这个IT系统 他存在的一些问题 其实呢IT这个从前些年发展至今 他这系统不断的变大变大变大 或者说变复杂 他肯定会存在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包括很多方面啊 有这个系统性的 然后什么访问压力啊 什么运维的一些事情 这些更新频率快 然后IT系统存在很多问题 那么咋办呢 然后下边就是说给出了企业当中 在很多企业在逐渐的转为这个微服务的一个架构 那么也就是说微服务架构能够解决以上的一些提出的问题 那么这个微服务架构呢 挨着这一块的还有一个统计图 就是下边 这个图是干嘛的呢 说是Docker在企业中的使用情况 大家那公司里边都使用Docker吗 大多数都使用是吧 那说明这个Docker 他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快 然后很多公司呢 慢慢都在转移到Docker 其实这个Docker为啥在这提呢 Docker跟这个微服务 它的关系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你在这个项目的开发上 如果用这个微服务架构的话 基本就是把它跑在Docker上 懂吗 因为微服务呢 是把一个大的东西拆成很多小的 那么等于就是说 这个系统给它搞多了 是吧 很多个子系统了 那么这么多子系统呢 它在布的时候 一般是布在这个Docker上的 现在这个Docker加K8S 不是基本都是这样的吗 对吧 K8S直接去管理这个Docker集群 那么这个Docker这些发展呢 也是促进了微服务架构的一个形成吧 那么下边有一个 有一个第二点啊 说什么是 什么是微服务呢 嗯 就是有一行字 然后大家这个看一下 说一套小服务 开发单个应用的方式 这跟咱们说大的拆小的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服务的话 其实服务就是说 你写一些代码给开放个接口 可以称为服务吧 嗯 那你觉得V是什么意思啊 更细更小是吧 那么这个这个V的话 你觉得代码 这微服务架构代码少了吗 代码其实如果用过微服务架构的 知道代码并不少是吧 而且代码还变多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开发难度呢 其实也是变大的啊 这块这个V V其实是设计思想 这个这个不是说代码少了 代码反而是多了啊 好 那么这个下边说微服务的特点 这些呢是微服务的一个特点 这个第一个说是 这个单一职责 单一职责呢 也就是说 你这开发一块微服务的话 你可能只做一个功能 可能只是一个登录注册的一个服务 或者说订单作为一个服务 这些呢都是单独的单一职责 然后第二个是轻量级的通信 轻量级的通信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这个在微服务架构里边 互相的通信呢 它是 它是不依赖一些其他东西的 比如说这个 如果了解招募的同学 知道招募有一个RMI 是吧 RMI呢 它那是也是远程的一个通信 但是如果说 你用RMI的话 它肯定会 必须装一个扎入那个虚拟机 你没有扎入虚拟机 它那RMI它运行不了 所以说呢 那个就相当于 它依赖一些其他东西的通信 它那不是轻量级的 咱们在微服务这一块呢 因为要求的是一个拆分 同样呢 还要兼顾效率 所以这一块 要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通信 也就是说需要这个RPC 需要这RPC通信 其实咱们平时用的那个HTP 它也是一个轻量级的 但是HTP呢 它没有这RPC轻量 对吧 RPC呢 比那个更加轻量的 嗯 底下就不说了 然后再说一下呢 说微服务这个诞生的一个背景啊 背景其实就是上面的一些 刚才那些图 就是说互联网行业的一个需求变得快吧 然后容器技术的一个成熟 大概就是这几点 那么关于这个 关于咱们市面上这些这个架构 这有一个架构演变的一个顺序 大概呢 是从单体到垂直到SOA 到一个现在的一个微服 这么一个架构 像咱们上杰克 上杰克写那什么 博客 那个属于什么架构呀 对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单体啊 这个单体呢 就是说你把所有的功能 这个单体简单写一下 这个所有功能 放在一个项目中 然后大概呢 这个数据库 也也就用一个是吧 大概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写这么一个东西 大家觉得它这个缺点是什么呀 对这种东西呢 它这个不好维护啊 其实咱们写一个小东西还行 但是你东西一旦变大了 你都对在一起 你不太好整理 这个其实跟你家里边这个放东西一样 所有东西都堆在一个桌子上 你不好整理的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它为啥最开始是用单体架构呢 它有它的好处 那么最开始是IT刚发展起来 它这个东西要求的 它这个东西要求的不是特别多 单体呢 开发的又特别简单 所以呢 它的好处就是简单 是吧 如果是小东西 用单体肯定是没啥问题的 这个好处是简单 然后到后来 感觉是单体不太好用了 开发出一个叫垂直架构 这个垂直架构呢 就是说你感觉都堆在一起不太好 那我简单的把它这个分一分吧 然后简单这么画一下啊 比如说一个商城的项目 商城的项目 这里边呢 可能有很多这个什么商品管理啊 什么用户管理啊 之类的 那么说这个商城呢 我们还有开发一个什么 关于物流的一个项目 那么就别给它堆在一起了 再单开发一个东西 还是里边什么订单呀 用户呀什么的 那么你这俩项目呢 它在互相访问 互相交互吧 也就是说别把它的东西堆在一起 当然它下班那个数据库呢 也是给它分开的 是吧 都分开 那么这个可以理解为叫一个垂直架构 也就是说根据做不同的事 然后给它简单的分一下 但是这种东西也有一些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你这商城这块 它里边有这个用户 用户管理 那么你这边这个物流 也有这用户管理是吧 然后基本的就是一个宠物性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这一点不太好 而且呢 这个扩展性也是一般吧 只是说简单给它分开而已 这个叫一个垂直架构 然后像这个前几年 前几年其实很多这个公司 在用这个架构 就是SOA的一个架构 大家有用过吗 这个SOA什么意思啊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叫这个面向服务的架构 也就是说开发了很多接口 然后呢 它这个系统中间有一个什么 这个叫ESB 听过吗 对 上面呢 这个是面向外界的一个 比如说还是那个商城 还是那个物流 这里边有各种紫模块 但是呢 在在它下一层有一个访问层 这个是ESB ESB这个东西呢 它叫企业服务总线 其实这个ESB呢 也会有一些专门的人 他们去负责的 上来你来一个请求 请求过来 然后会经过这个企业服务总线 听过这个总线干嘛呢 下边我们开发的 比如说这边有用户 有权限 有商品 然后这边呢 也有用户 为了防止前面说的那个代码重复 我在下面单独的开发这个后台接口 这个方块 它单独的作为用户模块 然后下边再来个这个什么商品模块 然后呢 你前面请求过来之后 经过ESB 它会转发 如果说你访问用户的话 它给你转发到这儿 然后这里边呢 会包含你是用户注册呀 还是用户这个登录呀 对吧 然后在这访问 拿到这个结果 然后它底下呢 是那个数据库 大概就是说 多加这么一层 防止上来这个代码重复嘛 也就是说上面不写具体后台了 这个 其实底下这个紫模块 这个用户和商品 在底下这里边呢 它对外提供的只是一些接口 所以说叫面向接口的编程 也就是说这个SOA的这个架构 这是前面三种架构的一个发展历程 那么最终呢 然后最终觉得这SOA这个架构 其实也不是特别特别好用 它中间的ESB呢 本身就是比较重量级的一个企业服务 最终呢 我们想又好维护 然后又想让项目轻量级 所以说最终发展为这个微服务的一个架构 现在我简单化了 然后微服务咱们这个 打开我那工具详细的画一下 行 跟这画一下 微服务呢 是这样的 咱们先从那个上面来画 我搁这儿先画个框 然后呢 它作为第一层 第一层呢 咱们叫这个什么层呢 叫个UI层吧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 好 然后这个第一个框呢 它里边 这个 它里边呢 对于UI层 我们叫这个PC端 另外一边呢 移动端 然后呢 在 在PC端这一块 比如说PC端这一块 它有这个各种界面 然后比如说有什么 商城页面 商城页面 然后它里边再有什么商品啊 购物车之类的 这个用户去点 点完之后呢 它到下一层了 下一层 第二层 在这儿 我们叫一个网络层 网络层 跟这儿画一条 网络层这一块呢 它就是说 上面请求过来 这一层 它有一个服务网关 其实也是负责 网下去转发通信的 只不过呢 这个东西 它比ESB 轻量接的多 上边往这儿来走 然后这边也一样的 还是访问我这服务总官 然后经过这一层呢 再往下 再往下第三层 叫一个服务层 然后最终是那个数据层 这个服务层呢 其实才是咱们写各种服务的 这个这一层 然后它里边 它里边分成很多小的 比如说呢 这里边有什么商品 服务 这是一块 再来几个 比如说有商品 有这个什么用户 有订单 用户 订单 我就不接着往下写了 它里边呢 就是前面需要的 那个各种服务 经过这个网关呢 它往下来访问 访问到我这一层 然后分下来呢 我再往下就访问 那个数据库了 对 那么它底下的数据库呢 可能也是分很多的 比如说这个 第一个 它是专门存那个商品的 商品数据库 然后它后边也是一样的 什么用户数据库 好 这个就不接着 大家这意思理解了 其实从这块 大家可以看出来 前面这个 不管什么 他过来的一个访问 经过我的转发呢 到服务层 也就是大家这个 真正开发那个代码 你该访问什么服务 它就是哪个服务去处理 而且呢 大家会发现 你每个服务 它对应的是自己的那个库 是吧 它跟别的库呢 就是不互相干扰 所以说这种系统呢 它的维护性和扩展性 是非常强的 你再多一个服务的话 它就是说 对应它自己的一个库 这个跟其他东西 没有任何干扰性的 理解吧 然后呢 那大家会发现 那大家会发现 你比如说这个 什么呀 这个用户服务跟订单服务 它俩是不是可能会产生关系啊 对 那么你这个订单和用户 然后用户和商品这些 其实它 它们之间也会产生一个关系 所以说呢 它们之间也会这个 有一些这个访问 OK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 里边呢 它是一个互通的一个形式 那么这种架构呢 它在外边 比如说这个PC段过来 或者说这移动段过来 这个请求过来呢 首先 它肯定是通过HTP网络 这个请求过来的 那么这个对外提供的呢 是HTP 然后它开发的这个 对外的一个什么路由 大多数呢 应该是那个REST 咱们说过那REST4吧 对 那种它的 属于这个什么 比较简约 比较好看的一个形式 对外提供HTP REST4风格的一个API 然后对内的话 大家发现 它们之间的一个交互 这里边的交互呢 其实它用的是那个RPC 对RPC 里边通信呢 是用这种形式 这个其实 其实可以怎么说呢 RPC比那HTP 更加高效 所以说里边就 没必要HTP访问了 你在HTP访问时 其实是加了很多 附加的东西 咱们在内部 没必要用的 咱们知道 你在HTP访问时 有那个请求头 那个请求头里边 有很多什么东西啊 对有各种的什么压缩 浏览器 什么什么信息 是吧 有各种东西 其实那个浏览器 乱七八糟信息 在这里边没必要吧 对 所以说里边呢 我们通信 就是用一个高效的形式 是RPC 这样的话 给大家说了 这个架构大概什么样子 然后咱们RPC 在内部 大概是什么位置 干嘛的 是吧 来 接个图啊 这个图呢 下边还有俩概念啊 就是说 微博架构的优势和不足 其实优势呢 我们刚才看到 已经很明显了 它的优势 可以说很多 什么容易理解 然后技术灵活 那么下边呢 就是说微服务 还有它的一些不足 它的不足呢 其实对于一个项目 你给它拆成一块一块的 这个不是说随便拆的 它也是需要一些 有经验的人 它去这个拆分的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 对于做项目来说 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工作 然后呢 你都拆开之后 你系统怎么保证 这个数据一致性呀 对吧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所以说 第二点呢 你得想办法保证一个 数据的一致性问题 然后沟通成本呢 这也是肯定的 本身这一个项目 你就是直接做就行了 但是现在呢 比如说你修改你这一块 你得看一下 别人这个怎么掉 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冲突 增加一些沟通的成本 OK 然后下面呢 是说一下 关于微服务一些 这个 服务生态的问题啊 那么也就是说呢 微服务它不单纯的是 一个技术 咱们可能说有些 你书记库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技术 但是微服务呢 它不是 它是一整套的一个 这个架构体系 那么这个架构体系呢 不光是从这个硬件层 然后到这个通信层 到应用层 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支持的 那么咱们在这儿 就是说了解一下 微服务整个的一个生态 从这 硬件层 通信层 应用和这个微服务层 去看一下 它大概是有哪些支持 首先呢 从最下面来看 这个硬件层 硬件层 你看 这这几层的话 最下面这个是基础设施 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 这个物理机 对吧 最底下就是物理机 那么物理机上面 是操作系统 咱们咱们这个 可能有的公司 用什么Centro S 也有的用这个Red Hat 各种都有 这是上一层操作系统 然后再往上 再往上呢 咱们说了 这个这个项目呢 你会步到什么呀 步到这个Docker上 对 然后 所以说第三层呢 是 关于容器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Docker引擎 或者说其他的相关的容器的实现吧 当然呢 现在最热的肯定是Docker 这是第三层 第三层再往上 第四层 第四层是什么Messers 然后Docker Swarm 然后K1S 这些呢 都是叫容器编排 也就是说下边是Docker 那你很多的Docker呢 需要上边用K8S 或Docker Swarm去管理 去管理去扩容之类的 他们去做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指定一个参数 什么Docker Swarm 然后什么等于三 那么它那个服务器呢 就直接扩容成三台了 是比咱们以前的运维更加高效 对吧 然后再往上的话 就是说 觉得这个原生的K8S之类的 也不太好用 就开发出一些容器管理 管理平台 然后用这平台的方式呢 去操作 大概就是说 不会编程的 直接去点某个按钮 直接去操作的 好了 这是一个硬件层啊 硬件层完事之后 再往上一层 是这个通信层 通信层呢 大家发现 我这儿是有三个动线 三个东西 一个是扣端 一个是服务端 那么咱们以前的通信呢 比如说HTP通信 你的扣端是不是浏览器啊 对 也就是说 client和这个server 应该交互就可以了 但现在呢 就是说多了一个第三方 这个第三方呢 是注册 这个regator 那么注册是干嘛的呢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服务端上 写一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服务端 我提供一个 比如说登录的一个功能吧 对吧 提供一个登录的功能 那么你提供好了 在咱们以前来做的话 就是直接服务器开启监听 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你写完这个登录的话 比如说咱们那登录方法名叫login 那么你需要把那个login 先给我注册一下 把那个方法名呢 给我注册到这个里边 这个叫服务注册 那么注册进来干嘛呢 他可以把这个服务 这个push 给我推到这个扣端这边 那么扣端就知道 服务器现在有一个方法 叫login 大概是用于登录的 这是给我推过来了 如果说他这个推送失败也没关系 推送失败呢 我扣端可以在pull去拉一下 懂吗 这可以去拉取一下 也就是说扣端的最终肯定是可以得到 注册中心 这个我们可以叫注册中心 客户端肯定会得到注册中心里边 所有的方法 那么我具体调哪个呢 这个注册中心里边有 比如说叫login 然后比如说还有什么XX 那么login呢 他后边写一个 比如说10.1.1.什么什么 这20吧 然后毛号 断口号 对吧 什么 这个80 80 有这么一个地址 那么有这么一个地址呢 他就可以怎么样 他就可以想掉login的时候 直接去访问这个就行了吧 然后后边再加上什么路由 大概是有这么一个地址 所以呢 大家发现注册中心呢 他大概就是记录一个 我服务端的方法 有什么方法 还有他具体的地址 为什么这么搞呢 因为你把这个项目整个的拆得特别细了 你那个功能不一定在哪块 是吧 你必须有一个记录 让口端呢 怎么去访问 这块呢 他是负责记录这个的 那么 我下班呢 还给了一个什么效率对比 这个是干嘛的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美团的技术团队搞的一个文章啊 这个文章是干嘛的呢 他就是测试 我们有这个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他测试一下 他测试一下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一些这个性能问题 在这儿去测的 呃 前面呢 他具体的什么鲁邦性啊 之类的 就是各种测试 这些我们先不看 直接看他的一个测试结果 嗯 结果 哎 好 这儿 哎 这块呢 就是说 他对于各种这个什么 呃 这叫什么数据协议吧 比如说里边有Json是吧 他对于各种数据协议进行了一个性能的分析 呃 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终由这个技术团队 他测出来之后的一个性能排行 呃 其实我们在微服这块呢 很多时候会用这个协议 就就是叫Protobuf 哎 这么一个协议 咱们在前面讲技术时 有个数据类型 其实讲过这个类型 是吧 大家知道它是一个二斤质的类型 而且是谷歌出的 那么在解析性能这一块呢 这是解析啊 在解析这块Protobuf 他大概排的是二四五 第五位 呃 然后你像其他的 有在他前边的 呃 在他前边的这些呢 性能比他高 但是这是解析性能 下边还有什么 呃 空间开销呀 之类的 呃 那些语言呢 有可能就下去了 但是这Protobuf呢 大概都是在前边这么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综合性的比较好 你看这个第二个 就是他占用的空间开销的一个分析 Protobuf呢 仍然是二四六 对 第六位 也就是说呢 这个这个Protobuf 他各种测试都是不错的 是吧 呃 这个是刚才那第一名 跑到下边去了 哎 他没有看了 呃 好 大概是这么两个测试啊 一个是空间开销 一个是解析性能 呃 我们知道Protobuf都是不错的 那么在这一块呢 就是说呃 我们在这个服务通信这一块 基本的也是用Protobuf这种协议去做 这个数据的一个传输 因为它的性能呢 综合起来是比较OK的啊 这是一点 那么这是通信层啊 呃 通信层呢 看说完之后 下边一个是应用平台 呃 如果说公司里边用这个微服务架构的话 他肯定还需要一些平台的支持 呃 呃 比如说这个什么 这个监控 整个这个 微服务架构的一个监控平台 然后日志平台 呃 像监控和日志这些东西呢 基本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你整个 整个系统运行起来之后 到底有啥问题呢 不可能有人看着 肯定得有一个记录的东西 大概是记录问题 然后还有什么服务管理平台 这个是监控和日志平台 然后服务管理平台 呃 服务治理平台 也就是说你如果用微服务的话 简单这么一想 就得提供很多平台 对他进行一些支持 呃 然后最终呢 是一个微服务层 微服务层呢 就是咱们前面画的图 然后自己开发的这个功能 呃 这个也就是说业务逻辑的实现吧 好 从整个生态上来看呢 我们就是把它分成这么几层 然后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嗯 下面是微服整个的架构 我找的一些图片啊 大家可以从这呢 再看一下这个 比较详细的一个图 呃 也就是说应用呢 给它拆的很细 对吧 那么下面呢 相关的也是差不多的 什么目录服务 呃 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扣端来做 嗯 还有一个方式呢 你扣可以辅端来做 这个扣端来做呢 也就是说你扣端这边开发一个注册中心 呃 一个服务它对应了三个IP对吧 一个服务对应三个IP 你通过轮询一个一个去访问 哎 这也可以 呃 像上面咱们那个图呢 大概是呃 服务端做的一个注册中心 你服务端一启动 那个服务就注册进去了 这也行啊 有两种方式 呃 RPC调用 呃 这个就不单说了 咱们下边呢 直接写一些代码就可以了 呃 OK 然后这个概念呢 就先说到这儿 咱们下边开始进入这个具体的啊 这个具体的就是说RPC 首先这是重点 RPC的一些介绍 呃 这块有几行字啊 我找个同学帮补一下 啊 来你吧 第一位 读一下这几个字几行吧 呃 远程过程调用是一个计算机重新提议 该协议允许运行一台计计算机的程序 调用另一台计算机的子程序 而承计员无需额外的为这个角度作用变成 如果设计的软件采用面向对象变成 那么远程过程 远程过程调用 立刻承作远程调用和远程方法调用 好 这样呢就是说介绍RPC的一些概念 然后RPC呢是一个简称 是这么长 这三个词的一个简称 远程的过程调用 那么远程过程调用呢 关于RPC这个协议 有哪些框架的支持呢 下边有一些这个 关于RPC的流行的框架 最早的呢可能叫这个Double 如果是做这个Java同学应该知道 这个Double他很早在做那个Java微服务的一个 或者说工具是吧 那么他的支持的开发语言呢是Java 然后这Mountain呢也是支持Java 不过这个Double这张图不太好啊 这个Double呢在在几元 好像在去年年底 已经这个更新版本了 就是说他也是一个跨语言的了 现在呢也就是说Double Thraught和这个Java PC 他都可以进行这个跨语言的这个调用 什么叫跨语言调用呢 比如说你在整个系统里边 这是咱们整个的一个系统 整个系统里边是不是有很多的子系统呀 像咱们说的这个子系统 他在数据通信的时候 比如说你第一个子模块叫用户模块 你用户模块比如说用的是Java去做的 Java 然后你跟这个第二个模块 比如说咱们叫秒杀系统 这个秒杀 比如说这个秒杀系统用的是GoLang去做的 这个就叫什么跨语言的一个通信吧 也就相当于你招我开发的一个应用 然后跟这个GoLang这边直接的去互相操作和调用 你比如说拥护这边 直接去调用秒杀系统里边的某一个方法 然后用那个方法的范围值再去做什么事 这是可以直接调的 但是如果以前像Double最开始 他没更新只支持Java的话 他是不让你一个模块用Java 一个模块用GoLang的 这种是不行的 现在呢他已经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一个系统里边 每一个模块用啥语言用啥技术都行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微服务 你扩展起来就非常容易啊 对 这个你比如说后边再出了一个 现在有GoLang 后边再出一个新的语言 什么别的Lang XLang是吧 出一个XLang语言 你再开发一个模块 你就直接用这XLang去开发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扩染性问题 也就是说极其的简便 对吧 OK 那第一个是开发语言的一个对比 然后其他的呢 其他的你像序列化的一个方式 你在数据通信时 你肯定要涉及序列化 然后像这个序列化的话 也是需要依赖一些协议的支持 像GRPC的话 它只支持这个什么呀 PortoBuff的协议 也就是说GRPC这个框架呢 它在系统间数据交互时 这个数据的序列化 反序列化 必须用这个PortoBuff去做 你用其他的格式做不了 也就是说GRPC呢 因为这本身就是 这个框架和这个协议都是谷歌出的嘛 它就用自己这个协议 就追求一个什么呀 追求一个高效 然后像Double这个序列化 有多种方式吧 然后这Sort也是只支持一个 OK 那么说了一些这个 这个RPC相关的概念 下边有一个 我们可以用Golong直接去实现这个RPC 也就是说呢 Golong它本身的标准库 也就是说那个 Golong标准包 它本身就提供了 如何去实现RPC的一些API 懂吗 这我们来看一下描述 就说Golong中实现RPC是很简单的 呃 官方的提供好了 这个封用好的库 就是在咱们那本身的包里边 大概怎么做呢 第二行说 Golong官方的Net-RPC 这你看是不是咱们Net包啊 前面我们写RTP是不是也用过Net包 对吧 只不过是Net-RTP 现在写RPC呢 就是Net-RPC这么一个包 它里边呢 这个包是做RPC相关的东西 呃 然后还写了 就是说这个库里边 做RPC 它使用的是Incoding告课进行编解码 呃 告课这个Burn呢 它做的就是编码和解码的工作 然后在RPC一块 它用的编码和解码的方式是告课这个方式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咱们上面 比如说你用这RPC这么一个框架去做通信的话 它的数据编码和解码就用的是Protobuf 是是这么一个意思 理解吗 然后如果说你用Golang这个本身的话 做RPC 它的编码和解码用的是Gob的编码解码 啊 然后这个Gob呢 它是支持TCP和LTP的数据传输方式 呃 但是下边有一行字啊 就是说 由于其他语言不支持Gob的编码方式 呃 这个虽说GolangRPC呢 只支持Golang开发的辅端和扣端之间调用 呃 因为呢 你在这个数据 你在交互的时候 肯定是需要数据编码和解码 呃 但是呢 Golang它官方提供这个数据编码解码 用的是Gob这个东西进行编码和解码的 它呢 只是Gob语言支持的 别的语言不支持 所以呢 你Golang写的东西 Golang官方包写的 只能是Golang它开发的辅端扣端的交互 你不能跟其他语言交互 这是一点 呃 然后下边还写了 但是官方还提供了一个包 还提供一个什么包呢 是NetRPC 然后JsonRPC这个库 呃 然后说这个库呢 是官方提供一个说 采用Json进行这个编码和解码的一个库 那么大家知道你别的语言比如说Java和PeerP它不认这个Golang 但是它认Json吗 呃 你不认Golang应该认Json吧 Json是大家都通用的 所以说呢 你用上面这个包写的RPC它那个别的语言这个不认呃 呃如果说你想进行一个RPC多语言的一个数据交互 你可以用这个JsonRPC这个库去做 呃那么这个库写出来的东西呢 它在编码之后 解码的时候仍然是Json的形式进行解码 这个别的语言肯定可以解的 呃这个是可以进行多语言的一个调用的 呃但是呢 下边又说了 这很多单试是吧 呃又说单试这个JsonRPC呢 它不支持这个HTP传输方式 啊HTP它是不支持的 所以说也不太完善 这个是Goang它本身提供的这个RPC实现方式 呃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官方的实现 然后呢 讲完这个后边咱们再说那个JRPC 也就是谷歌的一个实验方式 啊 谷歌那个是基于这个呃本身的RPC去写的一个 呃工具 对 好了 咱们这概念先讲到这儿 一会儿呢 咱们去写一个代码 先下课休一会儿